大家好,欢迎收看SUPOR搞笑视频 Today,一位朋友的委托 一位朋友让我,帮忙网购回来了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,里面住着两只可爱的小小鸟 觊觎有多小,等一下拆开键分销 可以看到,这种包裹很常见 运输了两天,终于和我见了面 首先,为了保险起见 我先检查一下这个包裹的表面 如果没有明显凹陷 才可以放心开箱 好了,确认没问题 现在就让我来小心翼翼的打开这个小箱子 切记不要太用力 以免下到里面的小黄鸡 打开箱子,可以看到 这个包装很给力 感觉里面有两个篮子一样的东西 被西瓜套了上去 接着把它们小心翼翼的拿出来 轻轻的往桌子上摆 你会发现,瞬间桌子上就多了两只小可爱 可以看到,这只玄凤鹦鹉年龄还很小 目测也就20天左右 而这边这只更小 应该比前面那只小2-3天左右 由于它们还小,还不会独立吃饭 所以它们适合这种五股杂粮奶粉的 和我右手边的 就是为它们的一些工具和预防用药 接下来就是打开这个类似于丝袜的袋子 把它们啄出来检查一下 主要检查的是外观和功能是否正常 首先看左肌有没有力 再把气膀拉开 看看会不会自动收起 好了,这集检查完毕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集 可以看到这集的气膀肯定没问题 因为不用我检查 它都自动给我检测好了 接着再看看它的小脚丫 说真的,做得还是挺疼的 好了好了,你合格了 这对玄凤鹦鹉我就检查完啦 看得出来 它们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不错 我都还没充好奶 它们就饿极了 它们现在正在现场表演 你轻我着 看上去喜分快乐 看得我都有点饿啦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我还是先喂饱它们再说吧